燉牛肉的時候,千萬不要亂放些食材 一定要記住以下這幾個竅門 這樣做出來的牛肉才會湯脂美味 肉亂而不柴,越吃越好吃 我們先將牛肉切條 然後再切成正正方方的大塊 你們要記住小秘訣 燉牛肉千萬不要直接飛水 這樣會又腥又柴 可以在牛肉上面灑點鹽和些少白草 然後再倒入一大盆的清水 蓋過牛肉 因為這些淡鹽水和白醋 它能夠快速滲透到牛肉裏面 所以能夠迅速將牛肉裏面的血水 很快地泡泡出來 而且還有軟化肉質的作用 大家看看 一會兒血水和雜汁已經泡出來了 之後再飛水 再加入少許高度的白酒去腥 水滾之後我們再撇去泡沫 之後再拿出來清洗 一定要用溫水來清洗 用了凍水的話 做出來的牛肉就會又柴又硬 每天都用心分類一道菜 有時不知道煮什麼 記得關注我 接著下我們再倒入鍋裡 加入這一包專用的湯料包 它裏面就是由大廚 跟著十幾種天然香料配製而成 這個就是燉牛羊的專用湯料包 湯香不香 全靠它的 裏面有五包 每次放一包仔就夠了 加入滾水抹過食材 蓋好蓋 所以我們先用小火煮它五十分鐘 跟著再倒入淮山 繼續煮多它十分鐘 最後放些杞子 芹菜 少許鹽調味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燉出來的牛肉 湯鮮美味 肉質鮮嫩 真是越飲越好飲 嘩這個湯真是非常好飲 最後沒有忘記幫冷食點個讚 謝謝 謝謝